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夏言郑重的提起笔 在东宫政选名录上写下了徐杰的名字 我曾经粗略的计算过 徐杰应该算是一个死过三回的人 当然了都没死成 洪志十六年十月 徐杰诞生在浙江宣平 由于他的父亲是松江华庭人 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市 所以后代史书把他算作松江人 徐杰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县城八平 虽说官小 但毕竟是经济发达地区 他的家里还算是比较富裕 比照成分大致相当于小型的地主 虽然家境宽裕 不用上街卖报纸滚煤球 也不用怕饿死冻死 但是徐杰却曾比任何人都更靠近死神 他的第一次死亡经历 是在周岁那一年 家人抱着徐杰在一口枯井边乘凉 不小心摔了一跤 抱着他的人倒没怎么着 拍拍屁股上的土站起来了 可是一琢磨感觉不对 手里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回头一看呢 徐杰已经掉到井里了 这可算是缺了大德了 自由落体的徐杰和井底 硬碰硬的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枯井虽然摔不死人 但应该能摔个残废 小徐杰掉下井后 全家人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半天才把他捞出来 等到重见天日的时候 徐杰兄啊 既不哭也不闹 晕过去了 他这一晕可大了去了 无论你如何抢救 掐人中灌糖药 就是不行 连续几天都是如此 到了第三天 大夫告诉他们 你们呢 准备棺材吧 第四天 徐杰醒了 大难不死 徐杰呀 继续成长吧 下一次 你会离死亡更近 正得二年 徐杰随父亲外出赶路 父亲呢 在前面走 他就在后面紧跟着 在经过一座高山的时候 徐杰一不小心 又出了点意外 当然了 他并没有掉进枯井里 这一回啊 他掉的地方比较特别 哪呢 悬崖 等到老爹听见响声 回过头来的时候 人家徐杰呀 已经跌到山崖下边去了 这位父亲大人 立刻在那放声大哭 掉到枯井里面 那多少还有个盼头 悬崖底下 那是阎王的地盘啊 地府要招人 那叫一收一个准 痛快的哭完了 那还得去下面收尸啊 父亲就带了几个帮手 绕到了悬崖的下边 左找右找 哎呦 始终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总不能飞了吧 父亲抬起头 得 看见了挂在树上的儿子 打那以后 徐杰的经历 就成了街头巷尾的奇谈 所有的人都认为 如此大难竟然不死 此人必有后福 这话似乎没错 从此徐杰的生命踏入了坦途 这之后的日子呢 是平淡无奇的 正得八年 徐杰的父亲辞去了公职 带着全家回到了华庭县的老家 在这里 徐杰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徐杰十分聪明 悟性很高 四年之后 他一举考中了秀才 进入县学成为生源 正得十五年 一位新科进士 成为了华庭的支县 他的名字叫聂豹 在公务之外 聂支县的有一个爱好 什么爱好呢 就是聊天 每天下班之后 他都会跑到县学 和那帮秀才一起叛讨 精识自己 在那 他遇到了徐杰 当聂豹第一次 和徐杰交谈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 高超的悟性 和机智的言辞 让他是大吃一惊 他敏锐的意识到 这是一个前途 不可限量的 可造之才 于是 聂豹啊 私下就找到了徐杰 问他是否愿意 跟随自己学习 徐杰不傻 他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他毫不犹豫的 做了肯定的答复 自此之后 徐杰拜聂豹为师 向他求学 但是徐杰没有想到 这个看上去 极为寻常的县官 却并非一个普通人 他即将展示给徐杰的 是一个神秘 新奇的事件 聂豹交给他的 并不是平日谈论的 经史文章 更不是考试用的那些八股 而是一门 文所未闻的学问 这是一种极其深邃 神秘的学识 世间万物 无所不包 他所主张的 经事致用 为人处事原则 也与徐杰之前学的那些圣人之言 截然不同 直觉告诉徐杰 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师 正在教授给他一种特别的智慧 并将最终成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财富 在两年之中 他掌握了涅暴所传的精髓 了解了这套独特的学问 但是两年来 仍然有一个让他十分好奇的疑问 没有得到答案 家境元年 应天府即将举行相试 在离家复考的那一天 徐杰向涅暴提出了这个最后的问题 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呢 涅暴神秘的笑了 那是另一个人教我的 几年前 我在江西求学时 遇到一个人 他所讲的学问极为怪异 当时我年少气盛 甚是不以为然 与他反复争辩几日 终于心服口服 当时我虽未曾拜他为师 却蒙他倾囊一授 我所交给你的一切 都是当年他传授于我的 你此去前途未卜 望你用心领悟此学 必有大用 此学即所谓 智良知之心学 传我此学者 名叫 王守仁 徐杰牢牢的记住了 王守仁这个名字 他拜别了涅暴 就此翻开了自己 传奇人生的第一页 南京的相识 十分顺利 徐杰如行云流水般 打完了考题 提前交卷 离开了考场 他很有信心 认定自己 必可一举种地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批卷考官看了他的卷子 如同是地球人 看到了外星人 顺手就往地下一扔 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此时 主考官恰好走了过来 看见了这一幕 他呢 从地上捡起了这个卷子 仔细看了很久 然后走到那位批卷官的面前说 此人当为谢源 谢源 谢源就是第一名 批卷官目瞪口呆 半天才反应过来 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落榜 谢源和落榜 反差实在是太大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达成妥协 录取徐杰 不点谢源 当然了 徐杰对这一切丝毫不知 完全蒙在鼓里 不过这无所谓 他已经获得了会士的资格 一年之后 他将见识真正的大场面 去面对那个帝国的统治者们 嘉靖二年 徐杰前往北京参加会士 看来京城的考官水平确实不错 他的文章啊 没有再受到非难 十分顺利的进入了电视 徐杰的心理素质还行 见了大老板也不怎么慌张 镇定自若的完成了自己的答题 电视以后 内阁大臣沈独答卷 看到了他的文章 都极为惊讶 赞叹不已 认为此刻状元 非他莫属 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个人走入了沈卷室 这个人叫林俊 时任刑部尚书 没事遛弯路过 就顺便进来看看 他拿起卷子 认真地看了一会儿 脱口说道 好文章应当评第一名 得 这回啊 麻烦了 应该说这位尚书大人 给了个不错的评价 问题在于 这话实在不应该由他来说 这位仁兄虽说爱才 也是高级干部 却有一个缺点 人缘不好 当时的内阁大臣沸红等人 和他都有着很深的矛盾 平时就看他不顺眼 现在 听他突然来了那么一句 便就此做出推论 此卷作者肯定与他 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托林大人的这么一声吆喝 本来众望所归的状元 徐杰就变成了探花徐杰 头等奖变成了三等奖 但也算是凑合了 冤就冤点吧 不过领导的眼睛 那毕竟是雪亮的 在徐杰金榜提名后 去朝廷建考官 拜码头的时候 他的才能终于得到了肯定 并进了汉林院 嘉靖九年末 内阁首府张聪的心理变态 达到了顶峰 他是靠着一礼起家的 为了能够继续获得皇帝的认可 突发奇想 竟然把这个主意 打到了死人的身上 这个死人非常有名 谁呀 孔圣人 张聪表示 孔老二名不服食 没有为社会做出具体贡献 应该除掉封号 降低身份 这实在是个比较离谱的事 包括张聪在内 大家都是读孔圣人的教材 才考上功名的 这种做了和尚就拆庙的缺德事 那只有张先生才能想得出来 可是世道临头 官员们似乎都集体哑巴了 谁也不出头 拉孔老二一把 可见他们的脑袋都非常清醒 死人可以不管 活人那不能得罪啊 但是没过多久 一位年轻的汉林挺身而出 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徐杰 张聪开始没在意 当他看到反对的奏章的时候 才意识到 这回麻烦大了 很明显 这位汉林是个理论型的人才 他引经据典 列出了八条理由论证 废除封号行为的错误 理论充分 证据确凿 矛头直指张聪 无奈之下 张聪在朝房约见了这个不听话的人 开始的时候啊 他还在那好言相劝 多方诱导 徐杰软硬不吃 张聪急了 问他到底想怎么样 回答很简单 我只是想要个说法 要说法 那开始变吧 张聪本来是个辩论的高手 但是这回遇上了强敌了 无论他说什么 总是被对方驳倒 张聪气得不行 只得高声叫喊 无理许闹 徐杰反口讥讽道 久闻张大人起于一礼 言辞不凡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哎呦 这句话十分厉害 不但说张先生的起家来路不正 还嘲笑他 学历低成绩差 没有干过汉林 张聪一听就跳了起来了 也不顾形象了破口大骂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敢背叛我 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意思是满朝都是我的人 你最好啊 乖乖的听话 首府大人如此暴跳如雷 周围的人都捏了一把汗 贵恶出于好心 不断的在那儿向徐杰使眼色 徐杰呢 慢条思理的回答道 已在下看 所谓背叛均出自依附 可是我并未依附过阁下 背叛又从何谈起 说完 行了个礼 揍人了 朝房内所有的人都被镇住了 目送着英雄的离去 站在中间的张聪 哎呦 已经气得是浑身发抖 大吼了一声 不教训你 首府我 我不干了 第二天 他就找到了督察院 要求严惩徐杰 其实徐杰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也没有犯法呀 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张聪 给徐杰定下了一个独特的罪名 首唱协议 处理方法也很简单 正法 以示天下 这个人要是无耻到这个地步 那也是很不容易的 张先生缺少海一样的心胸 充其量也就是阴沟那么宽 这下徐杰可惨了 天真的徐杰万没想到 发表个人意见顶撞领导 竟然要掉脑袋 不过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身头缩头都是一刀 索性豁出去了 死也不当孬种 徐杰毫不畏惧 直接放话出来 要杀就杀 老子不怕 就在他等候处罚的时候 另一个噩耗传来 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 只留下了一个两岁的孩子 徐杰听到这个消息 万分悲痛 他成婚仅仅六年 妻子就永别离他而去 更让他痛苦不已的是 他连办理妻子后事的能力都没有 因为他得罪了张大人 不能四处走动 必须待在原地等候处理 正所谓 辛辛苦苦二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为了远大的虔诚 幸福的家庭 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现在呢 前程禁毁家破人亡 只用了十几天 徐杰 叫来了自己的好友 沈凯 交给了他一些银两 委托他两件事情 请 安葬我的妻子 把我的孩子 带回华亭老家 交给我的母亲 沈凯 点了点头 接受了他的委托 徐杰放心了 他大声说道 死就死吧 如今 我已了无牵挂 请你替我转告张学士 此事 我一人所为 绝无悔意 上天一向是很幽默的 一心求死的徐杰 偏偏啊 还就死不了 督察院的处决意见 送到刑部 恰好刑部的几个私局级干部 是徐杰的老乡兼好友 就把这个事啊 给压了下去了 还四处帮助徐杰活动 最后终于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了 当然了 张聪那是不会罢休的 既然杀不掉你 我就毁掉你的前途 让你去福建延平府 做推官吧 此后再也不用 回汉林院上班了 更别想什么尚书内阁 老老实实的 去福建待着吧 更可恶的是啊 这位张学士还在皇帝面前狠狠地告了一状 搞得家境也是激动异常 竟然让人在柱子上刻下了八个大字 徐杰小人永不续用 看样子呀 是害怕自己记性不好 把这事给忘了 事后证明他记性确实是不好 福建延平府的推官是个好位置吗 答案是否定的 延平 在那里当知府连轿子都没法做 经常要骑马 而推官那就更够呛了 因为他专管司法以及各类刑事案件 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 延平完全符合这个条件 此地大案要案频发 而且其司法系统的下属官员 大都有本地人担任 包庇寻思也十分难搞 如此看来呢 当年张聪发配他的时候 还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 个子矮小的上海人徐杰 在那个荒凉的地方经历了艰辛的磨练 嘉靖十三年徐杰终于熬出了头 他因为政绩优秀 被提为黄州同志 也就是现今湖北的黄港 运气来了 那挡都挡不住 在这之后 他又先后升任浙江学政江西暗查复始 嘉靖十八年 内阁首府下言为太子选定东宫人员 徐杰又一次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外历练多年之后 踏上了回京的道路 徐杰重返京城以后 开始在新单位上班 他的职务是东宫喜马兼汉林院士读 简单说来呢 就是太子党成员兼宰相培训班的学员 这一回他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得意了 因为一路走来 他已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了代价 而且他还得知 自己能够闲于翻身 竟然是托那位下言首府的福 他简直就难以相信 在朝廷还有如此不计前嫌公正处事的人 徐杰的心中充满了感激 他呀带上礼物去拜会这位前辈 当他见到夏延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呀 打错了算盘 夏先生对他十分冷淡 也没收他的礼 只是板着脸看着他 没等他说完感谢词 就挥手打断了他 丢下了一句话让他走人 我对你并无好感 照你回京 只是为国选才而已 你无需谢我 今后也不必再来 徐杰收回了礼物 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因为他已经了解 眼前这个做了好事 也不认账的老头 虽然看似古板严肃 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徐杰的判断是正确的 自从进入朝廷以来 夏首府曾经多次亲自查问他的工作情况 并对他是赞不绝口 可是这一切他从来没有在徐杰的面前提起过 就这样 六十多岁的夏首府 与三十多岁的徐汉林 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关系 一种没有利益 没有交易的真诚关系 当时的东宫 云集了朝廷中的精英分子 他们大多是汉林出身 而且年纪不大 在官场中混的时间不长 相对来说呢 比较简单 但是徐杰却敏锐的发现 在这里似乎活跃着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 其成员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出于好奇 他结交了其中的两个人